直话直说 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就是自己的福报程度的表现 越多人对你好说明你福报越好 越多人对你不满说明你福报不够是吗 完全正确 因为很多人对你好说明你智慧充满 你能够让人间变成天堂 这就是你的福报 你今天跟谁都作对 你可以把一个美好的人间变成一个像你自己的地狱一样 埋葬你的坟场一样 你听得懂吗 有些人真的是这种人的 到了单位里自首画脚 对这个对那个拼命骂打呀弄啊 什么搞来搞去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最后大家把他一起一起complain把他赶出去 听不懂啊 嗯嗯好 那请问师傅是不是福报越多的话 他智慧也就越多了 福报越多智慧越多智慧越多的话 福报越多就这样 成正比的 嗯啊好 那请问师傅智慧不够的人是不是说明他的善缘比较少 智慧不够 不是善缘 不是善缘 说明他六波罗蜜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波罗蜜是好的 你比方说你比方说你智慧不够的话 你精进是不是也会有福报啊 对不对啊 你戒律首戒是不是有福报啊 啊 哦 那好了 六波罗蜜你都一个都做不到 你怎么办啊 嗯 好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